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英國國王查爾斯跟王后卡蜜拉 出席溫莎堡復活節彌撒 外頭大批民眾守候多時迫切 想知道國王還好嗎 希望你還沒得到兩隻蝸蝸 希望你做得好 查爾斯跟民眾握手之意 看起來精神不錯 還有人說查爾斯跟他養的狗一樣 老當義壯 握到手的民眾超興奮 看到離癌的國王還安好 也鬆一口氣 只是查爾斯2月診斷出離癌之後 隔了快兩個月才公開露面 還是難以平息外界的猜疑 現在還有美國的八卦雜誌爆料 75歲的查爾斯 其實是罹患有癌亡之稱的胰臟癌 非常難治 還說他身體虛弱 只剩下兩年的壽命 王氏已經在規劃名為 梅奈橋計畫的國王葬禮 是以他封地的一座橋樑命名 另外現在還傳出脫離王室的哈利王子五月會專程回英國跟父王查爾斯見面 似乎也呼應國王似乎不如外界想像的這麼健康 但是這些消息王室都還沒有證實 體會先上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